早上的7點13分 要來關心天氣資訊了 老實說啦 這幾天的天氣型態 真的會讓人很為難 因為不下雨的時候呢 超級熱 這高溫都在32度以上 如果說外頭太陽再曬一點的話 就直接衝到36度以上了 下雨的時候呢 當然外頭是涼一點 可是這種雨呢 又是大雷雨 只是怎麼辦呢 要提醒大家注意了 因為這個禮拜 台灣的天氣只會越來越熱 透過衛星雲圖就要來看到了 其實隨著北方封面 是稍微靠近的 在今天清晨到中午之前 西半部地區 可能會有局部短暫震雨 一直到禮拜三之前呢 台灣受到了封面前沿 偏南風的影響 所以大多都會是上半天 多雲時勤 偶有雨 下半天的時候呢 各地山區就要來注意 午後雷震雨的天氣型態了 而我們要來看到 定量降雨的部分 提醒大家 在今天雨具還是要帶哦 中午過號包括了 中部以北 宜蘭 花蓮地區 再來就是各地山區 都要注意 五號雷震雨 而到了禮拜三之後呢 雖然說這個封面 會偏北遠離 不過中部以北 宜蘭地區還有山區 依舊是會有 五號雷雨發生的可能性 而除了關心五號雷震雨 當然更要關注的 就是高溫的部分了 我們要先來看到 目前的室外溫度 可以看到 現在才7點多耶 溫度已經開始往上走了 目前北台灣大概是 26 27度上下 而在南台灣熱一點 來到了28 29度 而目前花蓮也來到了28度 台東的部分來到了29度了 其實在今天 全台各地的高溫 都可以來到31到35度之間 而剛剛也說啦 如果太陽曬一點的話 其實溫度就直接衝破 36度了 體感溫度當然就更高 像是正中午的時候呢 這體感溫度可能直接就到40度 甚至是41度 而在今天同樣 東南部的台東地區 氣象署已經發出了高溫資訊 有機會是達到36度以上的 而這只是剛開始而已喔 這個禮拜會越來越熱 預估到了禮拜五開始呢 包括了西半部近山區 河谷內陸 還有花東縱谷地區 都可能直接是36度以上 開始起跳 這酷熱難耐 恐怕會成為今年夏天的日常了 那最後的氣象小丁寧 就要來提醒大家 全台各地都是高溫炎熱 所以外出活動呢 一定要做好防曬 多多來補充水分了 真的千萬千萬 要小心熱傷害的發生 而當然中午過後外出 你就要注意外頭的雷震遠 因為這雨勢呢 真的是又猛又急啊 用路人更要多加留意 行車安全 以上天氣資訊 就提供給大家來參考 你會聽見不同的聲音 這麼多的聲音 你該如何選擇 最精準的聲音 我是高文英 我在年代舞報